男人伴随着音乐声 挥舞着手中的手术刀 现场一片牢记 血迹斑斑 这时 封闭的冰箱里传来声响 隔日 这台冰箱出现在废品回收站 工作人员打开后发现 里面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女孩 她四肢背包 已经停止呼吸 登登登登 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神策第35案 清晰去健身房的路上 被之前的神秘人跟踪 对方一脚油门朝她驶去 还好载君及时赶到 救下快要被撞了清晰 清晰以为这是场意外 便没有在意 她并不知道 这个神秘人已经盯上她 隔日 女孩的尸体被送到寿所 死者是一名公司职员 尸体在废品站的冰箱里被发现 凶手摘出了她的小肠 导致她失血过多而死 他们在死者的血里 发现动物麻醉剂 这种药来源广泛 就算没有厨房 也可以在宠物医院购买 所以调查起来比较困难 死者被关在冰箱里 没有检测出凶手的指纹 但是发现了少量唾液 唾液里含有GABA 一种抑制神经传达的物质 是保健品里的相关成分 不仅能控制血压 还应用于抑郁症的治疗 既然该成分在唾液里被发现 应该是一种咀嚼食品 凶手在咀嚼时 不小心溅到了冰箱上 由于GABA应用广泛 很难查出有用线索 其实这不是凶手第一次作案 早在一个月前 凶手就以同样的手法 杀害了一名不拘女孩 并摘出了她的肝脏 死者的切口杂乱无章 没有正确的手术痕迹 所以凶手并非专业人士 因抛尸地在废品站 周围没有安装监控 唯一的线索就是地上的轮胎印记 因为要搬运冰箱 所以凶手驾驶的应该是一辆货车 清晰调查时发现 撞尸体的冰箱是从死者家里搬走的 既然凶手能自由出入被害者家中 运走大型电器 如果不是熟人 那就是可以临时出入的人 死者避害前的通话记录 都是家人和朋友 但有一个电话比较特殊 是回收公司的职员万亨打来的 而且死者在案发当天 给他发过短信 让他不用来回收冰箱 可奇怪的是 死者明明在几天前购买了新冰箱 为何还会拒绝回收 镇里猜想 那条短信应该是凶手发的 警方来到回收公司 得知万亨去了附近公寓回收电器 他们赶到时 万亨正准备离开 业主也完好不损 而另一边 真正的凶手正在作案 他假扮成回收人员 混进业主家里 向女孩注射麻醉剂 然后装进冰箱带走了 而万亨则被当成冤大头 抓进警署 目前的两位受害者 都是和他联系后才消失的 万亨解释说 他收到客户拒绝回收的消息 就没有再去 至于那些人为什么会失踪 他真的不知道 镇里对他进行了基本检查 发现他的舌头非常干净 并没有嚼过 含有JABA的保健品 看来凶手另有其人 万亨向警方反映 他早上收到一位客户的信息 内容也是取消回收 清晰觉得奇怪 便赶到女客户家 但为时已晚 夜主已经被凶手抓走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受害者因急性慎为慎眼 前段时间刚做过手术 腹部留有疤痕 凶手看到后情绪失控 惊叫声传遍整个屋子 惊醒昏迷中的女孩 他拼命挣扎 想逃离这个地方 可还是被凶手活活掐死 尸体被扔在了郊外的小河边 清晰发现 这次的杀人方式有些不同 死者并没有摘取内脏 一般来说 连房杀人犯都有固定的杀人方式 不会随意更改 可这次 对方请丢掉原则 没有对死者下手 看来这其中另有隐情 尸体虽然被清理得非常干净 但见识人员还是在他的指甲里 找到了一小节头发 经检测发现 这根头发并不是死者拽掉的 而是自然断裂 有可能和某种药物的副作用有关 警方调查了回收公司的所有支援 并未发现可疑的地方 万恒的手机除了更换过一次 从没丢失过 那凶手是如何知晓客户的联系方式呢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示 凶手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 经过各方面的综合调查 以及凶手的杀人手法 证明得出一个结论 凶手可能患有科达尔综合症 又称为刑尸综合症 患病者有严重的虚无妄想 幻想自己已经死亡 活在世上的 只是一具没有五脏六腹的躯壳 该病的形成原因有很多 但其中一个比较常见 就是阿希洛伟这个药品的副作用 阿希洛伟是一种抗生素 用于治疗泡尘病毒 引起的各种感染 过量使用会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最显著的就是头发受损 正于判断 凶手是一名泡尘性脑炎患者 该病会出现精神问题 再加上药物的副作用 导致他患上科达尔综合症 幻想摘取活人脏器后 自己的内脏就能变成新的 而上一位受害者做过手术 他的脏器被凶手认为是不干净的 所以没有对他下手 海涅病资料库里 并没有符合凶手条件的患者 也就是说 凶手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患有妄想症 仅凭泡尘性脑炎这条线索 很难缩小范围 正于查阅了相关资料 发现大多数科特尔症患者 都会中警纯洁干净的婴儿身体 将他们的心脏看作是生命之源 而那些意识不到病症的患者 通常会去做血透净化身体 警方那边的调查毫无进展 清晰正为此烦恼时 同时带来了情报道歉案的犯人 他们通过复制手机 来窃取相关信息 听到这里 清晰突然想到 回收公司的员工曾换过手机 很可能在更换过程中 被凶手复制了手机卡 所以他才能收发短信 掌握客户信息 警方立刻调查了那家手机店 店老板声称 他们只卖手机 不做复制这种违法的事 但之前有个年轻人在这里打工 工作两周便辞职了 而且他看起来身体不太好 经常会出现精神恍惚 据警官听到后 立刻让老板调取相关资料 可这时才发现 对方的潜力已经已失 另一面 小七从使用阿希洛维的脑炎患者中 找到一个血透次数最多的人 振宇觉得可疑 被将男人照片发给清晰 经老板辨认 他就是之前的打工男 他利用职务之便 无所合适人选 对他们的手机进行复制 然后假借他们的名义 联系受害者 好司机作案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 警方立刻赶往他的住处 但凶手已经离家多日 清晰在一堆信件中 发现了其他通讯地址 那里就是凶手的老巢 房间里有多张手机卡 以及未被使用的手术器器 振宇猜测 凶手下一个目标是心脏 由于不知道受害者身份 他们决定先埋伏在这里 等凶手带人回来后 再实施抓捕 计划是完美的 现实是残酷的 房间里安装了摄像头 凶手已经通过监控 看到这一切 所以他不会回到这里 据警官手下调查到 一名房产中级的手机卡 有复制过的痕迹 他的客户名单里 有三位独军女校 警方已经对他们实施保护 但郑宇认为 凶手这次的目标 不是独军女校 因为他想要的那颗心脏 必须是纯洁干净的 所以孩子是他的首要选择 警方重新调查了客户名单 发现有两位符合要求 其中一位 丈夫在外地上班 自己在家带孩子 很有可能成为凶手的目标 清晰收到地址后立刻赶去 与此同时 凶手假扮成房产中介 进入女客户家 并将其打印 就在他准备对孩子下手时 警方赶到现场 为了保护孩子不受伤害 警方并没有对他开枪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女客户突然醒来 他不顾一切扑向凶手 救下了孩子 清晰趁其开枪将凶手制服 郑宇见到凶手后才发现 他的病比想象中更严重 凶手坚持认为 自己的身体正在腐烂 散发的愁味令人作悟 甚至在镜子里 都能看到那张溃烂的脸 而他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治病 人都有治疗自己身体的权利 他也不例外 清晰愤怒的指责对方 治病不是免罪服 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 在镜宇看来 他腐烂的不是肉体 而是灵魂 世界上有许多人和他一样 在承受病痛的折磨 虽然痛苦 却依然努力生活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不同 案件结束后 镜宇送清晰回家 这是一辆车停在路边 上面坐着的正是 跟踪清晰的神秘人 他打电话给在军 说自己分明接到上级命令 要除掉清晰 可他为何要出面阻止 在军要求神秘人放过清晰 不要对他出手 神秘人答应在军 暂时放清晰一马 但下次可没这么幸运 说完 他准备将车子开走 没想到和镇宇对视一眼 神秘人究竟听命于谁 为何要置清晰于死地 而在军有扮演何种身份呢 神色第35案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